巨蟹座的指紋 無論你是太陽還是上星星座 由這個滿月開始 在雙子座滿月直到下次新月發生之前 我意思是由農曆十七到農曆十一月尾 自己要注意些什麼 或者你會好奇地問 為什麼這次要到農曆十七 平時不是說十五十六嗎 平時的確是十五十六是滿月的 但是在西洋占星的角度來計算 今次是要到十七才發生日月對分 是一個突突陷的位置 所以為什麼要等到農曆十七 是這個雙子座滿月 非常之簡單 我想這個影片有機會挑戰成為最短的影片 尤其是這一期裏面 其實因為日月對分發生在你的六公和十二公 這是一種很典型的 就是跟你說 不要因為工作忙得太辛苦 這樣的東西 所以不要給過多的工作去拖垮自己的身體健康 說完了 無論是塔羅還是 塔羅是說這件事 然後他就叫我要注意和你們說這件事 然後看回星象 這件事又是合理的 OK 大家不要生氣了 好像覺得說這麼少 我都有一些吉日給大家 其實基本上 講回西歷 December的二十號 一直到二十五號 這麼巧就是聖誕 其實這些時候你們可以休息 你其實應該是take advantage 整段這段時候 開始去休息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聽到這段錄音 開始去忙的話 好 忙吧 但是忙到二十號 開始被自己去take a break 就直到 其實因為看回 都差不多是聖誕的那些 是不是聖誕之前 對 不是聖誕之前的weekend 所以其實即管忙 但是不要忙到自己拖垮身體 而且尤其是趁二十到二十五號 去休息一下 December 厲害的二十到二十五號 這樣就可以平安無事了